鬼魂飘摇在人间 化空阴阳两界边 连接三度空间情 天天采泥化成仙 各位鬼话之友 现在您所收看的节目 就是正宗的鬼话连篇 今天的鬼话连篇 二胡演奏艺人温清龙 霸走二人族刘光杰 以及新人演员辛慧 要带来恐怖而真实的鬼故事 灵异最前线 灵异尖兵合配灵机灵婉珍 要来到台北县树林 一个警方与沙人集团 发生枪战的命案现场 天网会之楼兰公主 楼兰要为您揭开男女共修秘法 背后不为人知的灵异秘星 不时今晚 鬼话连篇要慎重推出 都迎特别计划 我们将邀请日本最有名的僧侣 芝田舞蹈 带着日本的灵异美少女 勇闯日本文明的鬼屋 现在就请和我们一起进入 鬼话连篇灵异最前线单元 奇奇怪怪的灵异事件 我们追追查查到最前线 我们进入灵异最前线的单元 我们请灵异建兵来帮我们介绍 这次我们灵异最前线去的地方呢 其实是跟真实的社会案件有关 然后这个案件当时非常的轰动 因为这个黑帮为 就是这个帮派的首脑呢 是一个连杀12人的杀人魔王 然后大约在5年前 他们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捕 就跑到树林山区附近的一个废村 躲在那边 最可怕的是这黑帮老大呢 他为了训练他的小弟 将人的心取出来之后 练取他们的胆量 然后他们决定在大干一票的时候呢 却在被警方发现的时候 他们已经躲在一个村子一面 所以在这个地方发生很枪 很激烈的强战 而且我听小道帅哥在说 他们这些训练的这些 训练这些兄弟啊 想用真的野狗 把他们抓起来用水去泼 让那些狗很痛苦这样 然后去再去一刀一刀去割他们 训练他们杀手级的那种凶残 其实这个废村 大部分都是荒废了 但是还住了一户人家 有一对祖孙住在那边 然后在枪战发生的时候 有两个小弟不幸中枪当场毙命 然后这个杀人魔王 也因为大腿中弹而当场被捕 然后这对祖孙呢 因为在发生枪战的时候 被他们挟持 所以这个爷爷当场也是中弹身亡 那这次你们去的地方 到底死了多少人呢 就是那两个兄弟 还有那个爷爷 所以那个地方 已经变成一个鬼村了 整个都荒废了 孙子没死 孙子现在还在 孙子现在还在 哦 其实很多灵异的地方 不只说死了两个三个 也许还会聚集更多灵界的朋友在那边 那这次你们去到那个地方 听说有录到一些这个灵异的声音是不是 对 有听到 而且还非常清楚 听得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陈大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影片吧 好 我们现在到了那个废灵异的铁道上 那就是这边是树林附近的一个村子 那你们可以看到 从那边一直一直一直到后面那边 右边到左边 就是树林一个已经被废弃的村子 然后我们就是要到这个里面去的一个现场里面去 走了 这里就是位在树林的一间废村 在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无性杀人集团首脑 率领黑帮与警方火拼的枪击遇血战 我看第一个字是什么 抱上朋友后果自行负责 抱上朋友什么意思啊 会不会是黑道的朋友 黑道 对了不然怎么会倒上 还是走路的人 不知道还是 往前走的朋友 后果自我负责 那我们两个要小心 这边好黑哦 前面有个车子耶 你们去看看 也是被废弃的吧 这边有很多的那个安全帽 有点碎玻璃 还有那个袜子 袜子 好像在做警察 等一下 我进去看看好了 小心 我先带进去哦 我先带进去哦 拍摸把都没有 OK 我看应该是个袜子 应该是 对它袜子里没有东西耶 林玉杰冰此时所踩过的 正是安非他命吸食管 但在这之后 现场突然传来一阵 莫名的歌声 而且伴随歌声之前 仿佛还夹杂着一声 男子叹息 我们现在听到车里面 从来 播放的是 心事 谁人知 我刚刚是 拿出了那个袜子里面的东西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呢 就是 那个废村就是 我们现在看一下 刚刚那台车子 等一下 有字 有字 里面是写 行案现场 禁止进入 行案现场 禁止进入 所以我们刚刚可能坐到 一个 凶车 在那个车子里面 你那么 听到什么声音呢 听到那个台语歌 新苏向寨的歌 新苏向寨 他有唱吗 前两 有他有唱 新苏我无公司 他那个心是从哪里传出来的呢 车的后面 就从 因为我们坐在里面 车外面还是车的后面 后车厢 是 喇叭吗 因为我们坐在里面 我非常清楚感觉到是从后面 所以我觉得是喇叭 所以我觉得是喇叭 所以他有震动的感觉 他已经废区 废区 废区五年了 怎么还有电呢 其实那个车已经非常的 烂了 破烂了 没有察觉后车厢是不是有那种 酒醉的那种醉汗 流浪汗多的 那不可能有人躺在里面吗 会不会是工作人员在唱歌 对啊 一开始 我一开始那个时候 我迟一下 我以为是他们在 他们唱 就 后来我就发现不对 是在我后面 所以我们两个就赶快出出 听得非常清楚 对不对 那那个声音 你感觉到就是说 很像是在后车厢 然后他有一股声音这样传出来 对 对 那老师请问一下 这个是不是因为 我们是不是听到他声音 或者说碰到他的车子 还是怎么样 影响到他 这个我看到那个影片 他在车子里面呢 拿到他的袜子 袜子里面还有那个吸毒的 吸氨的 然后呢 这个阴火 尤其是阅火 冤死的怨 他怨气比较重 而且他很会保护他的东西 你去动了他的东西 当然他就 要跟你讲不行 你讲不出来 就是靠着这个歌声 然后呢 给你 把他们杀出去 对对对 老师像哦 像他们这种情形 还有像一些工作 必须一定要去关 像警察 或者记者 像这些人要去接触 这种凶案的现场 那他们也碰到这样的事情 如何去趋吉避凶 有没有一些小方法可以告诉我们 如果是政府机关的这个重要人员 就是警察 警察他头上戴了帽子 他有那个警徽啊 警徽就会避邪啊 他那个警服啊 然后穿在服装 那政府不怕代表正义 然后他向正义低头 他不愿意去 去再 如果这正义的人都不帮他忙的话 他的缘找谁 这有道理 然后如果是一般的这个 演艺界的啦 好像我们继续动到他的啦 或者是 把这个记者去摄影的啦 那当然有时候就 需要一些避免的 他有时候搞不好 会跟这些记者朋友回家是不是 有过这种事啦 有办法 那我想请问这个婉珍哦 那你们这次去 还有发现什么奇怪的屋子吗 因为我们去的时候 全部的屋子都已经荒废掉了 唯一就一户比较完整的 我们花应该是 应该是那个祖孙住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主要看看 他们住的地方 那陈大哥听说他们待会儿 还会用一个领学的实验 把这个爷爷给请出来 哦 这样子啊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爷爷吧 在我们这个车窗上呢 发现了红红的东西 发现了红红的东西 疑似血迹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要进去的这一间呢 是在这个废弃的村庄里面 唯一感觉比较完整的一个住家 那我们现在就进去看看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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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面有 我们现在看到墙上有一些 那些是墙的东西 墙的东西 但是看的不是很清楚 都是树木字 160 160 5分之1 蛤 我们看一下这上面的电灯泡 摇摇浴坠 对 摇摇浴坠 可是 但是現在是沒有封 我的感覺現場是沒有封 對 我也是這麼覺得 它真的是搖搖欲捲 讓我們轉個身 慢慢走進去 這邊有個哨吧 應該是電話號碼吧 我們這邊上面有 警播台 警診署 不知道跟剛剛那個長戰有什麼關係 我們先來看看 這邊有掉兩件褲子 兩件 馬遜 馬遜 這邊是 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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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好像聽到外面有 很奇怪的走路聲吧 會不會是我們打擾人 打倒人家了 我把東西掛回去好了 小心 繼續走嗎 OK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窗戶非常的特別 我們把它打開 我們試著打開看看 然後我們發現上面有一個像有一面 我猜是八卦鏡 通常這種應該都是用來避邪的 OK 我們發現這邊 我現在看到這邊有一個練習部 是國民小學的書法練習部 這是小孩子的衣服 小孩子的小背心 現在我們看到了 是一個 應該是剛剛在練習寫書法的那個小弟弟吧 寫的真的蠻好看的 這邊有一段漫畫 還有 還有明星卡 明星環球卡 我們現在玩碟線 而且請老先生出來 那我們希望是只請老先生出來 希望附近的幫派 畢修們暫時不要來 想要我們 這樣子 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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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出來 在我們的交情之下 也先很快的移動了 但它是我們所要請的老先生嗎 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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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出來 請問是老先生嗎 請問是老先生嗎 如果是的話請到是 如果不是的話請到否 如果不是的話請到否 這一次 老先生的移動 就顯得快速多了 而且感覺有點激動 是 請問老先生 你會還是想念你的孫子嗎 老先生一開始竟然向佛走去 難道他不想他的孫子嗎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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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不會想你了 隨後 在兩位見面的注視之下 老先生又很快的向市走去 就把我們搞糊塗了 他說離開市再回到市 為什麼 他情緒失控了 他情緒失控了 老先生 不好意思 對不起 老先生 你現在情緒是不是很激動 若是的話 請你到市 然後留在市 然後留在市 所以老先生 你是不是很痛恨那些幫派分子 若是的話請你離開市 再 再回到市 若不是請到否 老先生 那你現在 可不可以用上面的字 任何一個字喔 來形容你現在的感覺 要不可以到那個字上面去 他是在 苦跟怒的中間 那請先 待會我們就要去 昂貴的房間 但就在此時 請各位觀眾仔細聽 屋外仿佛又傳來了不語聲音 你還在那嗎 若在的話請到市 若不在的話請到否 我們聽到 我們聽到現場 又有收音機的聲音 又是剛剛的那首 心事弦人機 我知道這是什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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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練丹 曲心 的那個心 我想呆了 你不停要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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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開了 要了要了 要了要了 鬼話靈天待會兒 就要推出超級強打的特異企劃 由日本的枝田舞蹈老師 帶著一群靈異辣妹到鬼屋探血 你不停會 你不停會 不停會 你不停會死 你不停會死 卡星先生 待會兒我們就要去槍站的房間 房子 那 請問邦泰兄弟還在那兒嗎 若在的話請到是 若不在的話請到否 我們聽到 外面真的有聲音 我們盡量把聲音推到最大 讓觀眾朋友也請聽看 有收音機的聲音 又是剛剛的那首 心事閒人機 請問邦泰兄弟還在那兒嗎 若在的話請到是 若不在的話請到否 我們聽到 我們聽到現場 又有收音機的聲音 又是剛剛的那首 心事閒人機 我不確定是不是收音機發出來的 因為剛剛我們在查整個屋子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發現收音機 老先生 我想 幫派分子的靈 是不是現在在外面 剛剛聲音從外面傳來 若有事情倒是 老先生竟然給我們肯定的答案 老先生竟然給我們肯定的答案 幫派分子的靈來了 而且就在外面 老先生 老先生 你願意在我們旁邊保護一下我們的安全嗎 如果是的話請離開試一下 然後再回到市 如果你覺得你幫不到的話請到否 老先生答應跟在我們的旁邊 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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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他人的情緒失控 是不是 對 因為他可能太激動了 因為心情可能沒有辦法平復 所以一直動來動去動來動去 zelf 然後趕快去 對 可是他一直排回在那個苦 和那個時候 所以他是不是證明說 那個阿公一直在那邊 排回是因為他真的 是很苦很怒這樣 因為他是燕王的 新的親戚會 他就會這樣子走來走去 當然他那個魂沒有經過 滑溼的幫他超渡 而且他怨氣就在那裡 他還是繼續在保護著他 這個位置 所以說那個靈魂等於是沒有出去 對不起 我給我再請問一下 那外面那些他那兄弟弟兄 一定可以進來啊 為什麼不能進來呢 我那些弟兄要進來也是啦 因為他自己會保護自己啊 可是他生前就可以進來 個人的地盤 所以他們只要說把阿公的褲子拿走 那阿公就沒有褲子可以穿了 對啊 要再換的時候就找不到 老師我有個問題啊 就是像我們在玩那個碟仙的時候 像那個老爺爺他是不是就站在 他們玩的旁邊這樣子 指使他們呢 應該是他是附著你的手在動 附著手在動 所以你們當時 我想問就是說你們當時在玩那個碟仙的時候 你們確定你們的手 不是故意去推他對不對 因為我們全部都是尋空的 那會感覺到有股力量 對 就是根本就是跟著他走 我可不可以看一下你們的手 關鍵了 你不要見我 手蠻嫩的 我就是爺爺的做派 也是做派 所以剛才那個老爺爺 他是跟你們講說 叫你們不要再往下走了嗎 是不是 他是說不好 不好 就是說希望你們不要再下去 對 可是他後來不是講說 他可以扁你們去 要這樣保護你們 對 可是 最後你們有聽從老爺的話 沒有進到那個現場嗎 沒有 因為我們為了觀眾朋友 我們還是去了那個長戰現場 唉唷 觀眾朋友 他們兩個是為你們耶 其實聽到那個歌聲以後 我那個時候就已經開始害怕了 可是我們還是去了 而且還帶了紅外線攝影機進去拍 對 紅外線的攝影機 對 就是可以拍靈異照片 好像也可以拍到沒有穿衣服 他們自己又不曉得拍照 紅外線 這不是透視的 所以帶了紅外線的攝影機 一起到這個現場去查看 是不是 好 那我們來看看 他們到底拍到的些攝影 我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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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要進去了 要進去那個 槍戰發生的現場 然後現場 非常非常的冷 我全身都在發抖 OK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門口 有那個 行案現場 靜止進入的風條 跟剛剛我們看到的 那台車子是一樣的 那裡面的 格局呢 就好像是 一個一個一個小隔間 現在我要慢慢走進去 我到處看一下牆壁 我到處看一下牆壁 玻璃是已經 差不多都破了 我想應該是 槍戰的時候破的 這邊 我看到雪姬了 可是好高喔 我不知道為什麼 雪姬可以噴得那麼高 這是撞到一個 會出來的感覺 對 我看到這 這 我發現了一個窗戶 然後它上面都是 是 漸開的雪姬 這邊 對 我確定是雪姬 沒有錯 我會在這裡一點 這樣可以嗎 可以 這一片玻璃 真的到處都是 那我想可能 就是槍戰的時候 不小心 那兩個弟兄就 可能就是不小心在這裡 我 我看到一個蜘蛛 有沒有 蛤 沒有啊 我看到一個蜘蛛 不要怕 不要怕 你剛剛有什麼東西啊 我什麼都沒看到 只是有一個 塑膠片 的聲音 等一下我看到 你剛剛有什麼東西啊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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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實驗室的嗎 我看不到 可不可以戴一下 等一下 我知道這是什麼 我知道這是什麼了 我知道這是什麼了 它是煉膽 取心 的那個心 的那個心 看得見嗎 外景小組 在曾經有殺人集團 藏匿的地方 竟然發現 類似像心臟的物體 我們覺得 如果是真的心臟 這是重要證物 警方辦案 應該會帶回警局 不可能會留在現場 我們只能大膽假設 是曾經有人在此地 惡作劇 擺了一些 類似心臟的動物內臟 在這裡 除此之外 對於這個類心臟的內臟 會荒唐地出現在這裡 我們也想不出其他的結束 快點啦 另外一個 照一下 可不可以已經照了 低一點 不要緊 然後是 然後我看到了好像 蛋孔的東西 在牆壁上 在玻璃上 然後有白圈圈住 應該是警方圈的 我可以出去了嗎 可不可以在外口看清楚一點 我不想呆了 你不停要唱歌 這兩聲槍響相當清楚 因為它是從佩玲的對講機內傳出 直接收入到迷你麥克風裡的 但奇怪的是 外面另外一件兵的對講機 並沒有同步傳出槍聲 導致當時現場在外面的人 都不懂佩玲為什麼要衝出來 你們有沒有聽到我這裡面的槍聲 你也沒有聽到說實話 一臉狐一的佩玲還是搞不懂 為什麼當時只有她聽到槍聲 很明顯就是 碰碰碰那種聲音就對了 就是槍聲 真的 我們現在進去看裡面那個瓶子 上的瓶子應該大概裝的是什麼東西 不要 我有點噁心 我剛剛看到那個三個像是實驗室裡面擺那種 保…就是保存東西的那種瓶子 雖然我們懷疑這個類心臟應該只是普通的動物內臟 但在攝影機拍攝特寫時還是發出一些干擾的聲音 有人在找外面這個按道 外面是不是按道 有…有…真的有… 我说吧 快点 哇 真是 全部都是血 可是我看到他刚照到那个心脏的时候 那个声音是正常的吗 那不正常的 因为突然间有干掉 我们东西全部都 完全 你们在现场就有可以听到干掉的声音吗 对 老师你感觉刚刚那个声音是 是灵意发出来的吗 还是说只是一般机器坏掉 灵意发出来的 老师为什么可以那么肯定的说是灵意发出来的 因为那个是心脏 然后那个是心脏 然后他冤气很重 希望你赶快来帮我超度 要不然他在那边受罪 所以他就故意让这个机器有这种高频率的串音 对 其实灵界的朋友 他确实会用这种声音来传达一些信息出来 他们也是可以发出声音的 老师见我们看到那种 那种歹徒非常残忍 挖人的心脏训练这个感识 我想这个很多人都第一次听过 那而且我觉得 中国人有一个习俗 人死是不是要留一个诠释 不然他灵魂都没办法安息 而且我觉得他很笨 他这样训练感识真的有用吗 这个人死了以后呢 他所需要的是五脏俱全 或者是 更需要他是 所有的资品都要是健全的 简单的讲呢 在这个被车子压死的 压扁了 然后他出来走路的就这样扁扁的 所以那个被挖出心脏的那个人 那个就是没有心脏 那个灵魂会不会停留在 那个心脏的附近呢 对啊 人流三魂七魄 他就是散掉了 所以也会有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还是有那个魂 所以还是有分离部分在这里 有分到没两句 对 那刚才我们在这个听到你们 在这个影片当中 那walkie talkie好像传来那个腔的声音 其实陈大哥你有听到吗 对 轻微的这样 漂亮这样两声嘛是不是 对 对 那这个事情是从哪里传出来的 其实 晚真之前已经进去过一次 可是他什么都不敢看 因为那边真的很黑 他就直 他就只看到弹孔直冲弹孔 他一照的时候 因为他们那个 他就只想只去照弹孔而已 然后他们就想换我 可能我的袋子比较大 然后他们就说要换人的时候 那他就要换人 晚真走出来的时候 我就听到我的队长机 有不要不要两声 但是 不然我的并没有 可是大家都没有听到 所以我就不太确定 就后来好吧 那就换我进去 就真的一照弹孔 就出现那个声音 只要每次到那个弹孔 他都会出现 就是有一个 就两声 因为有两个弹孔 就两声 而且永远都只有 是同一支 就是试了两次都一样 对 最后我们不是大家一起 全体一起进去吗 对 我们就把两支都带着 两支那个 就两支都带着 其实我们 那时候就要 准备去招弹孔的时候 有一次已经有点反应 我就说是不是有人按到 就都没有人按到 结果我一问完 马上就有料两声 两声 三个万年 他里面那支有听到 外面那支就听不到 三个万年 可能他的背部比较轻 哦 就要听到 他可以轻换到他 因为八字重一点 他就轻换不到 那这本身有这个 那这样子的这种枪声 他们刚好听到两声嘛 会不会有可能是刚好有两个人 在那边死亡 所以刚好是两声 啪啪的声音呢 可能是其中的一个 就啪啪两个蛋也不一定 不一定 因为我在想 我在一直想当时的情况 因为我发觉他是一个长廊 但是他是外面的警察 在门口射 应该是在门口射 所以他应该不只是两枪 两枪 可能只是那致命的两枪而已 哦 也有可能 致命的两枪 所以很乱 一定是很多警察在那边开枪 不可能只有两个人去叮叮 很奇怪 我只要 因为我回去以后 就不停的跟我朋友叙述我 去出外景的过程 我只要一讲到 我听到枪声 我身体就会自己发麻 我刚刚 在跟你们讲的时候 我也在发麻 是自己这样麻上来 我也是 我也是 你那天一定很害怕 我看到你路的时候 那个机器都会这样晃动 而且我很冷 那个时候 我就跟他们说我很冷 可是他们大家都不觉得冷 我外面 应该是温度没有差吧 他们他觉得很冷 可是我们完全都不觉得冷 可是我真的好冷 他们都不觉得冷 你是不是想尿尿 我没有 我就是觉得好冷 而且在那个影片当中 是不是你们后来 还发生了一件 不可思议的事情 听说是不是有个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 那个不可思议的事情 连我们都没有看到 而且不敢回去看 事后的时候是 工作人员带我们回去的时候 那个东西是正常的 而且完全没有变化 听说这个影片当中啊 他有把它录下来 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我们这次决定 两个人一起进入现场 然后对 我们要去第二现场 然后这个现场 就在那个车子的后 后 那个现场就在 运动房子在这个车子的后面 我很怕他在唱歌 可是我 我 我 我记得我们刚刚第一次来 在 就是要 就进去那个车子的时候 我记得是很亮 有路灯的 可是现在突然没有路灯了 这边有一盏路灯 这边有一盏路灯 你们看到了 他刚刚是 他刚刚是亮的 然后他现在 没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 知道我们要过来 你不要这样啦 没有了 没有了 我怕他在这里帮我 等一下 你可不可以看一下 他这样弄得我好 好怕好怕喔 不是 他等于又上歌 我真的 真的要怕了 今天也有那个 就那个实在现场 自己进入的那个 对不起打扰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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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扰了 地上是有血迹 地上是有血迹 我相信地上好像有血迹 对不起 沿路都有 那个 我们要在这边做那个 爪杯的动作 我没有问三个问题 哦 我们发现了 爪包泡面 谢谢 我们现在要问第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要问老爷爷 如果我跟我们进来的话 请给我一遍一半 没有 我现在想 我现在要问第二个问题 就是那两个 枪在往前的地上 也在我们 后面那块空地的话 请给我一遵一返 很紧 依照广规所回答 帮派兄弟的铃 就在武艺杰兵身后的空地 但此时摄影机却拍摄到一团黑铃 在后方移动 是斗铃或是树枝 还是真的发生了铃异现象 不错 一直黏着你 一团 一团 一直黏着你 一直黏着你 那时候顿尖我就觉得好冷 一离开的时候 回头跟阿伯打他 阿伯 谢谢 整个工作人员都 哇 那个阿伯的眼睛 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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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待会儿 退出的东营追追追 特别企画中 你还可以看到恐怖日本灵异照片的总照片 你还可以看到恐怖日本灵异照片的总照片 向往上的地上也在我门 后面那块空地的话 请给我一针一反 不要紧 不敢 就在淋浴建兵宝贵 确定帮派弟兄的淋 就在我们身后空地的同时 后方突然有一团黑影 从地面上飘起 而是在半空中缓缓移动 有声音了 我们再用慢动作看一次 发觉那是一把没有人拿的雨伞 对不起大家 对不起大家 我不要了 出去站起来 好 出去站起来 出去站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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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跟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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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 刚刚你看到黑黑的那个什么你知道吗 那是一把雨伞这样自己飘上去 不是我刚刚以为那是一条蛇还是什么 黑黑的嘛 我以为是树叶在那边动 对我刚刚以为是什么树叶还是什么动 动你们都看到了 看到了 根据工作人员在讲是说 他的雨伞就这样子从地上一直飘飘飘 自己就飘上去 所以一根雨伞它会自己这样浮起来 这样浮起来 对啊 怎么可能 那应该是有人去哪啊 你们两个都没看到 我们不敢看 因为在我们的后面 有没有人在你们后面 没有 我们不只 应该是每 那边我们先进去的时候 后面是一块空地 所以应该是每一种 因为那是日本的那种榻榻米式的 可是全部都破掉了 对啊 怎么会有人去看雨伞 所以不可能有人在你们的后面 对 摄影师看见了 那为什么会有一把雨伞呢 你们去的时候就发现有一把雨伞 没有 我们去的时候没有看到后面的东西 我们直接就在那边摆杯 然后后来也不常会被他搬走 对 阿公啊 怎么说要跟你们进去 后来你们摆杯摆没杯 好 应该不能跟进去 放鸽子 老师那是怎样的 阿公啊说不错 阿公啊 生地过来就让他进去 哦 刚才那个雨伞 就是那个死掉的那个兄弟 他化身了 他说一样东西 哦 哦 哦 阿公他没有办法进去到兄弟的地盘 不是他 他骗你们 哦 是这样子的 这个很明显就知道这个兄弟很凶 哦 你看这个你摆杯 他 马上就有飞和亮的 不是我不了解 他为什么要让那个雨伞飞起来呢 他用意 什么用意呢 用意代表这个 我还在这里啊 你不要动我啊 嗯 嗯 那后来有没有要去检查那个雨伞 后来有 后来有 真的雨伞是躺的平的 而且是在不一样的位置 哦 不一样的位置 原本他是在那边飘 可是他是后来是在这边连 你有打开吗 没有 是收起来的 是开这个吧 是收起 原本他不是这样打开 可是后来是收起了躺在那边 真的吗 我们刚刚镜头看到好像是开的 是开的 开的开的 哦 又收起来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就是也叫我回头 还是我们俩都不敢看 我们两个就一直待在那边 只希望赶快走出去 都不敢回头 如果有一点可以证明 他们缺这个心疏 谁人知道 大概也是劝人家 不要去走这个 不应该走的大路 除了说 人该走正途 走正道以外 根据我所了解 就是我们谈到杀人魔王 这个吴某某 他们家里有一个特殊情况 有人都想说 我生女的生女的 女的才是女的 生女的好像就比较不珍惜 其实这个错误了 他们家就正好生三个都是老 对 三个男生 对 那没有女生 结果三个男生 全部被枪杀 被枪决 因为都做坏事 都做枪杀 三个杀的都生死 而且我听说这个 这个吴老大 他在死的之前 就是一般我们枪决这个犯人 都是大概两枪就毙命 但这个吴老大 他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 他居然要打五枪 他才能够死掉 听说是他的心脏 那个左心房 有点疑味 是这个原因吗 他把那个罚警都毛毛的 不过不管怎样 我是觉得就是说 真的是 这个坏路不可行啊 拍了我们的 对 没有错 这个黑道真的是太可怕了 好 那我们的灵异最前线 就进行到这里 那么再等一下 我们还有这个 日本的灵异的影片 也是沉浸到东莹的灵异最前线 对 这个影片相当的精彩 千万不要错过 现在我们来进行明星鬼话 我们请 新慧 新慧 大家好 我是新慧 我是新慧 慧不会的慧 花慧的慧 非常漂亮 非常可爱的心慧 对 还有我们新加入的老师 我们的冯老师 冯殿明 是 冯老师 两位主持人好 以及电视前面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义登先生 冯殿明 义登先生 欢迎欢迎 谢谢 好 那我们进入鬼话 这个明星鬼话 我们先请温金龙 温大哥来跟我们讲你的鬼故事 我要讲的是我亲身经历了 在好几年前在陆光义工队 以前我在里面当兵 然后在那个 我是在国际队里面 不过都是属于同一栋楼 那栋楼现在在库伦街 成德路口 现在还在 可是听说阿兵哥比较少 那我们那时候都是需要去战卫兵 我一样 可是我们是不带枪的 只有哪一根棍子 而且是穿便服 然后就站在门口 可是一楼和二楼之间 二楼是办公室 三楼四楼 都是我们阿兵哥住的地方 二楼就是办公室 二楼和一楼之间 有个放电影的地方 因为那是一个礼堂 专门给我们义工队 或者国际队员去采派 然后 那里实际上在闹门 那我本身我是非常铁齿 很低气 原始晚上呢 大概是我是在二到四的班 然后 完了我就听到 诶 奇怪 二楼那个放异室那边 因为那是完全黑的 完全看不到 放异室就是放电影 那放异室 对了我才放那个小梅 那我就觉得心里毛毛了 就开始走 因为走 因为要拿那个棍子 敲那个墙壁这样 看你们 撞一下膽 而且我们没有军服 我们不像警察有个灰 什么的 心里就会更怕 然后当我走到那个一楼到二楼 那个放异室门口的时候 越来越哭越大声 我就越来越紧张 因为我是 我是讲真的是 我是非常激烈的 然后当我到那个二楼的 一楼到二楼中间转角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人影 非常清楚人影 真的是而且没有灯光 可是它是白色的 可是看不出我是男生女生 就坐在那个楼梯口那边 因为你从二楼打灯到一楼的时候 那一定要有个围墙 就在那边 那时候我真的吓死了 我就一面跑一面喊 所有人都起床 所有人起床 所有人起床 跑到那时候 那个宿舍是在四楼 把所有的班长啊 军官啊 我管他是什么官 全部叫掉起来 所有人都不 我说二楼有问题 二楼有问题 就有遇到鬼这样 所有的班长 军官 全部都便能打开 每个人手上都拿 掃把 拿棍子 拿脸盆什么的 冲到二楼去 那时候 虽然看不到人 可是哭声还是非常严重 非常严重 还是有听到那个哭声 在那边 就是一个女生 就是那个妇女的声音 也不是少女 也不是老太夫 就是在那边 一直哭一直哭 真的是哭到那种 魂断了那种 然后所有人 一直敲啊一直敲 想把那个 把所有的灯都打开 还是听得到那种声音 后来呢 隔一天早上 我们都找不到人 找不到什么 就回去睡觉 可是大家都一轮纷纷 马上就天亮 二到四 少人是四点多 隔一天 连对面 因为我们这一栋 对面都是部队 中间隔了一条马路 是双向 那个 应该有二十公尺 隔一天有个女军官说 欸 文静龙 你昨天是不是遇到鬼 我说对我真的是遇到鬼 然后 他们说我们昨天往上 就是凌晨的时候 一直听到女生在哭 连对面的军官都跑来跟我讲 他们也听到 他们也听到 连二十几公尺远的 那洞楼里面 后来呢 我就 我就想说怎么办 我就想 算了 不管他 后面 我们那后面有一排的老兵 以前都是司官党 退一下 都在后面住啊 他们帮我们整一些 衣工队的一些箱子 他进到我 碰到这个事 他跟我说 我进了我们来来来 你来一下 那到我去后面 他就挨放在那边 那我说 你不要怕 八十多岁的老先生 跟我讲 你不要怕 我说我真的遇到 他说 我也遇到很多次 我说真的啊 他说 我遇到以后 我不但不怕 我还叫他 你给我站住 为什么要出来吓人 在这里吓人 他叫那个鬼叫站住 从此以后 那个鬼没有在他那边出现 就是他是很正直 他说如果遇到这种事情 然后他就带我去稍稍值钱 跟他们说 我们只是来这边当兵 可是后来听说 义工队库轮街那个地方 以前是个枪决人的一个 一个 一个 西班长 那是我真正碰到的第一个 第一个 真的很恐怖的事情 那你 我刚好 我刚才听到你讲说 你在转角的时候看到他坐在那边吗 你有看到他的脸吗 看不到 只是一个光影 可是那个地方是没有光的 我要先强调 那地方是没有任何的灯 所以在人生的历程里面 有时候偶尔会碰到一些 没办法解释的 他们可以证明一点 灵性的朋友是存在的 是存在的 对 通常会透过很多的形式来告诉我们说 他们确实是存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一个问题 你要想看 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先生 他不会欺骗你 他竟然跟我说 他看到很多次 叫他站住 叫他站住 好 那么接着下来 我们的明星的鬼话 嗯 我们请邦杰 邦杰 其实我要说的鬼话 跟 刚才老师讲到那种 精神方面 非常有关系 而是在去年六月的时候 因为我去年六月 还在暴走的行程 原本有 我们有两个人 然后另外一个人 因为脚伤 离开 大概五月份他先离开 那时候我心情很低落 从两个人变一个人的时候 然后 我们那时候在 我记得在苗栗地区的时候 走得很不顺 山路很多 然后每次要晚上找 吃住的地方 都找不到地方可以吃住 所以那时候心情很低落 我记得有一段 那时候是从苗栗厚龙 往西湖 而且那时候大概 傍晚六点多 七点的时候 走走走走走 走大概两个多小时 大概已经差不多到八点多的时候 很累 还是找 还是走不到那个 因为我们大半天都走公路 可是我一直走 走那么久的路 然后我记得那段公里 大概十公里 走那么久了 还是走不到出路 有时候远远就看到一个良品 我就 我们想说那我们过去休息好了 过去休息一下 想说大家在那边 虚寒命令 那如果这样晚上走 会遇到一些 一些危险事 那观众人就问我说 怎么危险事情 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我还在那边笑 不要说人影 鬼影都没看到 你们在开玩笑 我们就可能因为讲这句话 那我就想说 啊 请 想说那 出面去尿尿好了 旁边就有一个好像是溪流 我就靠过去 然后在那边尿尿 然后边尿尿 我觉得那边 那边有点在那边玩耍 把心里放松 然后就边尿边唱歌啊 边尿边唱歌 然后尿尿 哎 走了 那这时候尿完之后 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是不是要出发 那在这时候 发生一点奇怪的现象 可是我们想说 苗栗地区有雾 是正常的 因为雾去 而且山去 可是我们想说这个雾 这山又不是很高 我想说这个雾 应该不至于是 是这么浓厚的 那雾就 尿完尿之后 讲完那个可能笑话 或者是怎么样 雾就慢慢出现了 而且那个雾 一般的雾 可能就是朦朦的一片 可能我们 我们看 我们可能出去 是看不到 可是那个雾是一直黏着你 一团 一团 一直黏着你 一直黏着你 然后这时候顿尖 我就觉得好冷 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 然后 可是你前面还看得到 那雾不是前面看不到 你看到前面 就那个雾一直跟着你 开始跟 我们开始矛起来 想说不会吧 在这个时候 碰到这样的事情 而且六月份 怎么不然会那么冷 的情况之下 我去证 那我们就开始有点心 我们就开始在念奥密 希望不要遇到那种事情 一直在一直念 然后大概 那时候 我记得在看到手段 那时候是九点或十点 已经开始更晚 我跟工作人士说 我们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 趕快加紧脚步离开 或是可以碰到人 车都没有关系 载我们离开这个地方 都没有关系 可以在这个时候 我隐隐约看到前面 有一个身影缓慢缓慢的那种 老伯伯的样子 他穿着那种很旧的衣服 然后没有穿鞋子 那我想农村地区 没有穿鞋子 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我也没有压 看到他我好高兴 我过去跟他打招呼 欸 阿伯啊 这就问一下 要往那个西湖方向怎么走啊 然后阿伯也不理我 他就 就继续再继续走 可是 那个 我跟阿伯之间那个屋 是有隔着的 所以我跟阿伯那个屋是有隔着的 所以 我有看到他 但是我不能很清楚的 就一直靠近他 就那个屋就一直会隔在中间 等下我问他说 那阿伯这里附近也没有什么 鞋子可以躲 他也没有什么 就字子前面 那我想说 那他听懂 他也表示他听得懂 那我想说 那好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也不多说了 既然可能阿伯在想事情是还是什么 我们就先离开了 我离开 一离开之后 回头跟阿伯打他 阿伯 谢谢齁 这时候我吓到 整个工作人员都 哇 那个阿伯的眼睛 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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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晚上呢 他姐姐又看到 他眼睛一闭前就看到那女人 可是今天看的不一样 他第一天看到那女人 是他有看到身体 他全身是白的 可是第二天 他看到那女人 只有半个 半个身体 然后手是这样子 然后眼睛又一直瞪着他 在待会儿推出的东营追追追 特别企划中 你还可以看到恐怖日本灵异照片的整理 然后就先离开了 我离开 一离开之后 回头跟阿伯打 阿伯 谢谢齁 这时候我吓到 整个工作人员都 哇 那阿伯的眼睛 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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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这么久 你没有眼珠的 没有眼珠感觉 对 因为那时候我跟他 在一沉那个雾的时候 我看不到他 我一离开他的时候 那个雾 就没有在我身边 一跨过他身边跟他打招呼 马上就有清楚看到他的脸孔 然后他嘴巴还有那一一一一一有水 那水这样一直流下来 这时候我们三个人 我跟摄影师 还有一个算是他们的所谓PPD 就是制作人跟我三个人 这时候看到 全部呆掉了 马上跑 一直跑 一直跑 而且跑好久 跑好久 就再怎么跑 就是离不堪那个地方 你一直在那个地方 阿伯呀 没有叫你们说 白照啦 没有 他没讲 我看到他说 我们都不敢回头 可是一直跑 一直跑 跑过那山路看看 怎么这个环境的位置 还是在这个距离 鬼打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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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一直走一直走 我记得那时候 后来我们看看时机 那时候十点多 我记得那时候碰到阿伯 我在看的时机 已经到了十二点多的时候 就在那里护了两个多 就在那里护了两个多 都离不开那个地方 哎呀 结果我们也不晓得怎么 好像是找一个地方坐着 然后三个人 我记得三个人那时候 就互相在那边说 我密度 真的不要碰到这 如果碰到说阿伯 我们不是有意的 因为我们无冤无仇 我们在走台湾 每一个乡 而且我们绝大部分都住庙 我们也很虔诚 如果说我们刚才有冒犯到你 是不是我在那边尿尿 还是这样跟你开玩 如果说真的不好了 那我们改天再回头 来跟你烧香拜拜一下 或是需要一些什么东西 告诉我 没有关系 那我们想说 那如果是这样子 那 干脆不要睡好了 有三个人就靠我背 背靠着背 背靠着背 我们竟然 我们竟然 所在的位置 是那个墓碑 哎呦 在墳墓 我手都发了 什么什么墓碑 你睡在墓碑上吗 我们睡在墓碑上面 坐在那位置 旁边就是墓碑 所以你不是说 你们本来不是坐在墓碑 我们本来不是 我们就在那边烙烙烙烙烙烙好久 然后洗地了 我们就三个人这样子 一直 一直 一直告诉对方 我们不要碰到那 我们一直在那边念 我们也不是咒语 就是奥密陀佛 我们一直念一支 其他这种事情 不要降临到我们身上 如果有我们得对的地方 我们一定会找机会 来 来就是 来陪不是 结果我们那时候一起呢 竟然看到墓碑 而且最奇怪的是 刚好 我记得那时候是 我们碰到的是礼拜一 然后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三是工作人员交接日子 工作人员一回去之后 大家都不敢讲 他不敢讲 他说不要说 因为会很害怕 新的来一批 对对对 不要让他们知道 那都不讲 可是回去之后 礼拜四 他们打电话过来 当天晚上他们过带 我们那天拍的东西 全部全部没有拍到 那天 三天的东西 全部都是空白带 都空白带 而且陆陆续续 发生机器一直故障 不是瓜子 就是机器坏掉 他就一直换机器 陆陆续续就一直发生 那我们就想说 可能是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后来我走完之后 我回家之后 我邻居 他也是有阴阳阳 他说 我真的是有碰到这样的东西 他就叫我妈妈 把我的衣服 还有一些东西 弄给他 帮我这样做一做法 好像是弄的 所谓的 什么 就是 我们生人的坟墓 还是什么 就是我们人在 把一些不好的东西 放在一个坟墓里 跟死人的埋葬方法是一样的 受机 对 把他埋起来 把运气 把运气 就告诉这个人说 其实我已经可能也怎么样了 让他们走了 不要再跟人 结果到现在 三个队就没有再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这个人 真是不能 啼啼 你在啼啼 你要啼啼 他就来了 他就来了 所以你看我们做这个节目 就是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 灵界的朋友 绝对是存在 我们在做任何事情 绝对要对得起良心 实实在在的 你黑白做 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预料不到 很精彩 我讲得他自己也懂 我现在自己都还想 不是 因为我们想当中 因为这件事情 我们到现在都还不敢告诉人家 人家只知道 因为我们有些片段播出去 我们只能说 这个是带着拖子 拖子 拖子 拖子所以没办法交代这一段行程 不敢告诉人家 其实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 对 好啦 接着我们很幸运 因为我刚刚填的真的是 全身发热 而且发麻 觉得很可怕 那我本身是 比较 因为我在修佛 所以比较没有意义过这方面的事情 可是我听很多朋友说过 那我其中一个朋友呢 她的姐姐非常爱钱 很爱钱 然后她就去求财 很多人都爱钱 对 可是 问题是 拖子爱财取之有道啊 因为她们就去 在新庄有一个小庙 那庙很小 然后她们就说那边很灵啊 然后她姐姐就去那边求财啊 说她想要赚很多很多的钱 然后呢 就请师父帮她做房 就做完法之后呢 她回家当天晚上她就做一个梦 那其实应该不能讲做梦 是她看到 她眼闭起来睡觉 就看到一个 应该讲女鬼 全身是穿白色的 然后就站在她面前 就跟她讲说 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的时间不多了 赶快帮我操作 然后她醒过来 她也觉得说 她怎么会做一个这样的梦 可是人家说 做梦跟现实是相反的 所以她也觉得没有关系 然后呢 第二天她照常去工作 可是第二天晚上回来 她就变了 她到晚上的时候 我那个朋友 她的姐姐 她亲眼看到她姐姐呢 她会有一些自虐的动作 就是她打自己 她会打自己 而且呢 还跟电影一样 她的身体就整个飘起来 飘起来去撞墙壁 自己去撞了 去撞墙壁 然后还看到她的头 我们一般的头 点多是这样子 这样子转 她的头是360度 转到后面去再转回来 跟她们说 我的时间不多 从她姐姐嘴巴里讲出来 然后呢 她姐姐自己不知道 自己不晓得 然后我朋友她们看 都觉得怎么会这样子 那到晚上呢 她姐姐又看到 她眼睛一闭起来 就看到那女的 可是今天看的不一样 她第一天看到那女的 是她有看到身体 她全身是白的 可是第二天她看到那女的 只有半身体 下面是空的 然后她的脸已经 她的脸已经 本来是人的形状 她已经接近了 像骷髅头 已经凋零了 然后还告诉她姐说 我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赶快帮我操渡 赶快帮我操渡 然后呢 她姐醒过来之后 不敢再睡 从那天开始呢 都不敢睡 她就叫她 妹妹啊 所有的我朋友 全部陪她打麻将 每天就像打麻将 打到天亮 不敢闭眼睛 一闭眼睛就看到那个鬼 可是呢 后来她妹妹觉得 受不了了 就我那个朋友 她有时候睡觉 睡睡睡睡睡 突然觉得 她觉得有人在看她 她眼睛一醒过来 看到她姐姐的 她是浮在这个 天花板上 浮在她是躺着的 一张开了眼就看到她 浮在那个天花板上 然后眼睛一直瞪着她 看着她姐姐吗 看着我朋友 就她姐姐浮在天花板上 看着我朋友 然后手是这样子 然后眼睛一直瞪着她 都没有讲话 一直瞪着她 他们很害怕 那我那个朋友之后也不敢去 然后他们后来就去找 那个庙里面的那个师傅 跟那师傅讲说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从庙里回来 就这样子 结果那师傅跟他们说 说其实这个女鬼 已经跟她姐姐跟很久了 然后呢 她现在已经 已经要 时间到了 她必须要 必须要操度 才能够转 转师同胎怎么样 她说 那你就照她的话 去做 她想怎么样 你就怎么样 他们就说好好好 她就很听话就回去 就跟家人商量 晚上呢 她姐姐又出来讲话了 就是那个鬼 又从她姐姐身体面出来讲话 讲说呢 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 做法会帮她操度 第二个条件就是 她要烧很多很多的子钱给她 第三个条件很奇怪 她说呢 她要 庙里面师傅手上的一串念珠 可是她那个念珠呢 她说她一定要 就是一定要那个念珠 要那一串念珠 她 对 她师傅在念的 手上戴的那一串 她们就觉得很奇怪 可是还是照做 她们又跑去找那个庙里的师傅 然后呢 去找那个师傅 结果 那个师傅 手上的那一串很贵 非常的贵 很稀少 没有看过 但没有办法 那既然有鬼要 她只好就花钱去买 然后花钱呢 把那个念珠买了之后 然后又帮她做一场法会 去超赌她 花了三四十万 去做这个事情 结果呢 这个事情 然后念珠一起烧给她 做完了之后 当天晚上 她姐姐又 只好就可以睡觉了嘛 当然我没有花座 就睡 一睡呢 就梦到那个女鬼 她回来 回来找她 然后已经是人的样子 就是已经不是穿白色的 看起来正常 对对对 就看到一般人的样子 然后呢 就很感谢她说 谢谢你 帮我超度 不然的话我就 我就等于会消失 那我现在已经在那个观音山了 当那个地基主 北地座 哦 北地座 对 然后就这样她就说很感谢你 然后就 就不见了 结果 她那个姐姐呢 她花了三四十万帮她超度 之后呢 一个礼拜 她一个礼拜赚三四十万 哦 现在哦 是什么方法赚的呢 中奖呢 还是做生意 她就是 每次只要一谈生意 都很顺利 哦 生意就比较顺利 所以等于是好心有好抱 对 所有你付出的就全部都回来了 没错 可是很奇怪的一点哦 她后来发生 她就赚很多的钱 然后人也都没有事情 结果过了一阵子 他们当然把这事情忘记了 过了一阵子呢 她就听到有人在讲类似的事情 类似的事情 后来她们自己在想 她们觉得说 应该是这个庙 她其实是养小 她可能是养 就是养小 她不是说 帮你做法用五路才行吗 其实她可能是用五鬼开运了 老师应该知道 用五鬼来这种方式 然后她那个小鬼呢 就是她养小鬼到了一定的某一个程度之后 是不是长大 比如说人啊 长大了 她是不是要让她去超度 去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庙里面本身不想处理这样的事情 所以呢 看到适合的人 她就叫那个小鬼附身在那个肉体上面 然后呢 就要求这样的事情 去做超度 他们后来是觉得 有可能是这样 因为那个 庙那个师傅也赚了不少钱 一个那个念珠 然后又有一层法会 不过他们觉得这个庙其实是有问题的 嗯 对 不过还是走正道啦 钱要谈良心钱最好啦 但是刚刚讲的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嘛 哇 这些民心鬼话都是非常精彩 都很劲爆的 对 接着更精彩 对 接下来我们要来为大家介绍 这个日本一年一度特别企画的 人意的录影带 对 我们来看这个吴道老师 对 吴道老师今天要带我们去的是 日本相当著名的一个隧道 但是呢 大家一定以为这个隧道只是普通的隧道 陈大哥你知道这个隧道有什么特别吗 其实不要说日本的隧道 在台湾的隧道故事就很多 像这个辛亥隧道 常常会有闹鬼对不对 对 但是这个隧道更特别 因为这个隧道是没有尽头的 哎呦 隧道的进去就没有出去了 进去出不去的 对 所以我们现在要一起来看看这张影片 一条没有尽头的隧道 到底会发生什么恐怖的事情 待会儿我们就要为您推出 由日本枝田舞蹈老师 带您到鬼屋探险的金屋索影片 不是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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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严重的事 一年一度的靈異節目錄影帶 內容是之前舞蹈老師 帶著日本的靈異美少女 到鬼屋內探險 第一集 他們所要去的地方 就是一條沒有盡頭的幽靈隧道 撮影隊一行が最初に着いたのは 幽霊トンネルと噂される長いトンネルであった ここですね 足元気を付けたいね はい この場所は道はこのまま真っ直ぐ行っても そのまま突き当たってしまいます 抜け道はありません そしてこの場所においては 過去にいろいろな噂のあった場所でもあり 実際殺人の現場でもあります また女性の方がここに放置された その実際の話も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 今聞くところによる非常に 何とも言い難いその過去 その死んでいった方の寂しさ なんかその言葉では言いあらせないような なんか温泉が淀む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 そしていつしか 人がここを幽霊トンネルという そういう話をす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というのは このトンネルのところで ふっと前を見たら 白い着物を着た女性の方が立ってたとか 車の中に乗り込んできたとか そのお話というものは 耳にすればするほど 女性にまつわる話を 現実的に聞きました ですからさずかしい そのこの世の中に思い残す未練というものが 相当いまだに王を引い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なと 中は ポンクリテン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そしてこの中の特徴なんですが まず 目撃されている幽霊というのは この中ほどより 前へ進んだ方向から どうやら目撃されているようです その目撃されている状況というのは みんなが どうやら共通したことを言っております 白い着物の服を着たような そういう方だったとか また この中で 実際お亡くなりになられた方が 今はどのような気持ちで この場所に留まっているのか やはりそこには 想像を絶するものがあるようです 非常に長いトンネルです はい そして 適当なる湿り気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が 一つあるんですけど この湿り気ですね これですと こういう湿り気というものは 山の中の中に溜まった水をですね 当然どこかに抜かなければ その水圧 重荷に耐えかねて 潰れていくわけなんですけれども 少しは水を抜くということ だけどこの水が 全部左側の方に 集中しているのが お気づき ああそうだ この山は一つのトンネルです にもかかわらず 左の方が多く出ているんですね 今のところから見た通り その中に にじんで出てくるような 霊体というのもあります 霊の姿というものは まるで シミのように 浮かび上がってくるような ケースのものもあります 何か 今のところは 異常な冷たさと なんか体を突き抜けるような そういう ヒヤッとした感じが ここに受け止められます 明らかに今 接近してきております 相手が 私は先ほどのところより 心が気持ち悪いです ものすごい 何か 人間の力では 考えられない 何か 強烈なものが ここにあるような気がいたします 一体それが 何なのか 多分 山上と言われているぐらいですから ここには それなりの 無視 というものが 考えられます そうです ですから そういうものが ここに 未だに 未だに 淀んでいるような そのような気が 強く 満たします ちょうどこの辺からです 目撃されているのが この場所というのが 一番強く 霊気を伺えるようです やや前進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やや前進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やはり 女性の霊体の霊体の霊体エネルギーだと思われます 異常なる冷たさが こみ上げてきております やはり 相手が今 私が確認したことによって それだけの 反応を示してきたようです 我々の人間の体のところに どうやら近づいてきております 何を考えてか その姿が 映し出されるようです また 接近してきております 無差別に今 この周りのところに寄ってきています はい すごいです 寄ってきています 私には 今聞こえます 目の前に 今そこにいる姿が見えます 今 この上の位置に来ました ここに今います さらにこちらに動きました 足をすって歩くあなたは 何の面白みも何もありません そこには 人間 何かに惹かれて また 住む場所も 人によって違います 人がたくさんいるところを好む人 人がたくさんいることを 好まないもの 様々そこにはあるようです はい この辺が一番 目撃されている場所です 今明らかに 足音のような ピチャピチャみたいな まるで水が垂れているかのごとく お気に入りの 果然給他拍出的一些靈異照片出來 確實有看到一些白色的東西 那在我的手上現在有兩張靈異照片 其中這一張我先給大家介紹一下 是在桃園的龜山 在這個房子裡面曾經有一個老伯伯 他在這邊上吊自殺 然後這個警方的刑事員 他到現場去勘驗就是拍照的時候 就拍照大家可以很清楚看到 有一個白色的東西在這邊 看到沒有 就是龜山派出所所提供的 對 然後這條樑就是當初 他那個老伯伯就是上吊自殺的那個地方 所以可以當時就拍下 這個白色物狀的東西 當然這一張也是可以看到 在當中有些白色的物狀的東西 但這個是在那個喜慶宴會的場所 那我想請教老師 為什麼剛才我們當然知道 有人自殺的地方當然拍得到 為什麼連喜慶的地方都拍得到 一張是他在這個地方自殺死亡的 我們在這邊拍照的另一照片 我們會覺得理所當然 他的魂魄還存在這裡 因為他為什麼會上吊自殺 那一定他會有對人生 或對他個人的事情有所抱怨 所以他死後當然怨氣就會存在 那麼當然就會用 所謂的白色的 所謂的物狀的東西來顯現 他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一張 也就是說他為什麼在喜慶的場所 也會有一個人的形狀的一個所謂的魂魄的存在呢 是因為這個地方就是我們所謂的公教會館的前面 那公教會館的前面是不是我們可以來證明呢 過去在這個地方也曾經有發生過所謂的意外的事件 所以呢不管你是在喜慶的時候 或是在其他的時候 你在這邊有發生所謂的造像的行為呢 它會反映在你的照片的當中 所以如果說一張照片拍得到這種白色物狀 表示說事實上這個靈魂還存在這個現場 那當然 所以他會給我們一個警示的作用 就是說是不是這個地方有發生過意外的事件 他拍照照片的人會不會有不好的影響 我想這個不會 只是他做一個表現 反正就是說不管是喜事也好 喪事也好 都同時明確沒有一個存在的事件 是 對不起 我剛剛發到一些日本的他們主動的照片 那這個也蠻特別的 是一個歌手 然後他好像都辦演唱會 對 一下就有一個非常恐怖的這個鏡頭 一個人影在那邊 右下角 在這個地方 對 人的這個右下角 在人的右下角 出現什麼驚悚的靈魂現象 待會還有更恐怖的日本靈魂照片 同時下個禮拜的靈魂最前線 我們要到一間廢棄的養老院 在那裡我們發行一支老式電話 十二個靈魂的恐怖傳說 這支電話能夠直通通草弟子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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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蠻特別的 是一個歌手 然後他好像就辦演唱會 底下就有一個非常恐怖的 鏡頭一個人影在那邊 在右下角 在這個地方 在人的右下角 很清楚 旁邊放大就對了 放大其實這是一個人的臉的樣子 對啊 然後你沒有看到他的更恐怖 對啊 我覺得這樣很可怕 我覺得很厲害 他這個女孩子拍照 學生拍照 他是一半的臉 是他的男朋友 就這兩個人他們無意中拍照的時候 發現其中一個女孩子的臉 然後中間分成一半了 然後這邊是女孩子 這邊是他的男的樣子 對 已經往生了男朋友的臉 他是像菲尼伴人 真的是好可怕喔 OK 在下一段的VCR當中呢 吳道老師將會帶我們看到更多的靈異照片 我們下來看一看 現在又別的物物が後ろから近づいてきております 是因為 我沒有納得できない 我沒有納得できないような 状況もあるようです 住職は霊魂の存在を感じてはいるが 感ばしい成果が得られないため 般若信仰を唱え 更に強く霊魂に呼び掛けた 在港屈無指揮無謎 無重操行指揮無 原理性的信仰無指揮所 即方無限界 無意識改 無無明亜 無無明人 無無明人 無ロシア 無ロシ人無苦衷滅度 無治役無得縣無 照徳工房大殺到 繁維 miniature 今完璧に私の脇にいるようです 肉眼的には掴みづらいんですけれども 自分の肩の重み これは完璧に今近辺 私のそばに来ています やっぱりいるね 戻る途中 住職がつぶやいた 暗闇の中で 住職の目には確かに見えている霊魂が スタッフには見えず 映像にも捉え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 やっぱりいるね 声も何も入りませんか しかし不思議な音が確かにしていた やっぱりいるね 声も何も入りませんか 肉眼で見るとね 霧状にね 透明なタバコの煙みたいなのが見えるんですよ 今この場所に迷える者よ 我のもとへ 住職はさらに強く念じ 形にならない霊魂を呼び寄せようとした 今近寄ら 汝らさまよう者よ おやすみな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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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ここに寄ってきているのは 一つの霊には霊なんですけれども 非常にその力関係が弱いです 弱いというのはどういうことかというと 隠れちゃいます ですから盛んに呼んで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 近くへ来ますけれども それよりこちらの方には接近してこないという そういう状態です今 ですからその状態の中で もう少し接近すれば もう少しつかみどころが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 どうしてもその中の方へ 逃げていく傾向があります そのトンネルの何かこの仕切りの部分が 意味があるようです ですからこのトンネルの中と外では 何かが違うんです ここまでは来るんです ここまで この外へ出てこない ここまでは来ます こちらでちょうどトンネルの中なんですけれども 水晶のところが白く まるで蛍光灯電球ですかというぐらい 自ら発光しているような状態が カメラに捉えられております 霊的な強いものを水晶が受け止めた瞬間と思われます 大変白く発光しているのが印象深いです ちょうどトンネルの中にここの部分です よーく見ますと白い筋状のものが ストーンと入っております 霊体エネルギー反応という白いものですね それがここにはっきりと確認されます ちょうどスタッフの音声さんですね そのところの胸元の下のところに 帯状のものですけれど 蛇行した形の霊体エネルギーというものが はっきりと確認されます これが霊が動いているその実体の映像です ここで改めて言えることは 霊というのはいろいろな種類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特定な形になっていたり 光状に出てきたり その光状もシャボン玉のように出てきたり またこのように帯状に流れるように出てきたり その種類は様々ございます ですから今日カメラでこの場所で捉えられたのは この打光していく光状の いわば帯状の霊体と思われます これがこの場所に淹み そしていつしかマイナスエネルギーが この場所の中に充満していくものと思います 好 皆さんの观众朋友 昨日このウラー老子帯を 去的這個連益的感受不错的话 在下個禮拜我们同樣有日本 他们是一年一度 一年才策劃一次的 ウラー老师帯我们到日本的 連益世界去看一看 在下個禮拜我们同样会呈現 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天网恢恢之楼兰公主的单元 但是今天楼兰公主要送给我们 大家一些礼物 对啊 她有好康的要相報 高康が到手朴 觀眾朋友要仔细听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 您好 我是楼兰 最主要就是天网恢恢之楼兰公主 自从开播 她等于说是鬼话年篇的 开播元老 那像那个 因为天网恢恢这个单元 我们已经到目前 已经超过40级了 而且收集了相当多的 刑案的一些案例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些刑案的内容 以及受害人家属的心声 集结成这一本 楼兰之奇案 惊魂奇案 那这本台湾惊奇呢 是台湾的一些 非常传奇的人 就是奇人奇事的故事 还有大陆的 大陆旌旗就是我曾经有一年到大陆去流浪 然后在大陆的那段时间 然后研究了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奇风 艺术跟奇人奇事 这三本书呢 最主要就是因为要回馈我们的读者 我们的观众 那所以我们就是准备了一些办法 那就想请观众们 就是如果说你们就是在看了这么久的 《天网灰灰之楼兰公主》之后 有一些就是对于这个单元 你们最就是觉得说哪一个单元给你们影响最深 希望你们能够写下来 然后由我们这个制作单位来做一个评审 那我们会送出这个十套书 我们会送出十套书 其实我觉得对我最深刻的是李诗科那一集 因为那一集就还发生了灵异现象 那不可思议 对这个书里面也有收集 对有写到吗 然后我们就要送三本一套就是 对我们总共送十套 十套 我们赶快写信过来 观众朋友 比较快了 来地址在这 就在这边看看地址 赶快写这个天网灰灰的过去 你认为哪一个最深刻的信 然后写过来 写到我们东森电视台来 对啊我们倒是用车轮 由制作单位来评审 来评审 对 就可以得到这个书 对 好 那今天罗兰要带我们去看看什么样子的案子呢 我想先请问一下各位 如果说你们去算命的话 你通常都会问什么 婚姻事业 爱情啊 爱情 对 所以由此可见 一般人对于这种男女关系 婚姻感情的方面 最注重 对最注重 而且对于这个很好奇 那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坊间 常常抓到一些神棍 一些炸材片色的一些案例 那像我们的经验 因为我采访社会新闻这么多年 有采访过蛮多的被抓的神棍 因此呢我发现他们有很多那个炸材片色的手法 比如说第一个违言耸听 他们一定跟你说你身上有多少个鬼 你身上有100多个鬼 顾一下 然后顾一下 以及就是说男女双修的这种方式 然后说我今天修了很高的法术 我是得到高人 我可以把我的法术 我的存阳之气 灌入你的存阴之气 放进去解孕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揭开 就是说在这个坊间 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神棍 然后他们就说 是就是究竟这些男女双修的这些法术 或者是男女之术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今天就为各位来解谜 所以看了以后就会被配 希望大家都不要人才良食 那想知道是哪一个的那个男孩子 华晓恩老师 好 一起来看看 男女秘法有哪些神秘之处 这些秘法真的能促进男女关系吗 这间男女待会儿千万不要错过 天网黑灰之楼兰公主 为您做的男女秘法整理报道 日前一则新闻报道指出 有不孝分子洋装成神棍 利用自己所养的灵猫 假借男女双修的谜意 行招财骗色之时 而令人惊讶的是 这种可笑的伎俩 却让许多女孩子受骗上当 可见对于男女之间的婚姻秘法 大家在好奇之余 却又不甚了解 于是天网小组决定拜访 对这方面研究多年的几位老师 一解这其中的玄妙之处 据李老师说 这种和和术 主要是施行在 有婚姻危机的夫妻身上 首先用咽氧水 替指人画上细致的五官指甲 然后把写着当事人 生成八字的符纸 点上火 在指人头上绕起圈之后 盖上云梦山和和仙子的法令 这种符纸里面剪出来的指是一刀 不是一般我们需要把写板 它属于和和清作的 我们是一刀是自己在剪 那我们剪的是很重的 那我们要留向头提灯 这个角要称为头提灯 头提灯 对 头提灯的意思就是说 可以拿起来 代表说我把你两个人拉在一起 木末的味道很壮 这是剪的 哦 难怪了 而且它还要加上阴阳水 加上阴阳水 呃 什么叫阴阳水 因为我们的阴阳水里面 它是属于收集露水 哦 露水 对 然后呢 这露水叫什么 叫阴水 阴水 那阳水呢 那凉水里面我们是收集露水 所有人 所有人 你开工就是开工 我发现 你当入国发的理由 平日后 所有书所全书 摄出发现 贴化 而这个打法绳的动作 主要是为了在学法过程中阻挡外邪 在两针指人身上穿三针 一针代表同心协力 两针代表永不分离 三针代表百岁年老 如此法术才算告一段落 在密宗里 法师也使用指人诗术 而且会在指人背后贴上符令 除此之外 玫瑰花瓣和香油 也可以施展爱情的法术 更特别的是 仅仅是一条短短的红绳 缠上不同的缺术 也有不同的弹力 如果说 你是求夫妻的话 卷九遍 就是夫妻叹叹久久 然后如果说 男孩子求女孩子的话 就捡七遍 七 有七的意思 然后如果说女孩子求呢 就换五遍 有缘的意思 有缘的意思 对有缘 五遍 就祈求咕嚕咕嚕的佛母 这就是西藏密宗的爱神 叫做咕嚕咕列佛母 据说 每天只要念上咒语六万遍 恋爱之神就会降临 另外还有一种使用养小鬼的诗油 施行未婚男女之间的和和术 苏老师将沾由小鬼诗油的福令及纸人 摆在当事人摊平的手掌中 然后将纸人用红绳绑在竹竿上 据说这样子就可绑住两人的魂魄 只是如果本无姻缘的两人 试了和和之术 就真能你浓我浓的天长地久吗 苏老师如果他喜欢的话 可能做不喜欢是不是就不能做 对啊 不喜欢 这两个喜欢 就是刚刚有一方一方很喜欢才可以做 如果没有结婚就 第一个话没有结婚 如果是不必就能做 苏老师将两根竹竿 绑在当事人摊平的手掌中 然后坐在前面不断地吹气念咒 两手不断地挥舞 奇怪的是 在没有人碰肝的情况下 两根竹竿像是有自主意识般地 不断往中间靠拢 他自己这样子粘在一起啊 对 见识了这么多种男女之间的密法 你相信哪一种呢 无论是哪一种厉害的教派 哪一种超强的法术 天王小组真诚地建议 只有不强求的感情 才是最真实美好的 好 节目进行到这里 我们即将接近尾声 观众朋友 那将近两个庄图看得过瘾吧 今天非常精彩 我们有很多这个日本的影片 还有这个灵异探险的东西 真的太精彩了 而且楼兰教我们一些 必被骗的方法 必被骗的方法 让大家不要被骗 对 我们谢谢所有的特别来宾 谢谢 来让我们先录 谢谢观众朋友你的观传 下周同一时间 鬼话联片不要忘了哦 谢谢 拜拜 拜拜 各位鬼话之友 下个礼拜 我们仍会推出 东宁追追追特约企划 每个礼拜六晚上九点半到十一点半 敬请准时收看 东森综合台 鬼话联片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